因,奥托三世太过年幼,于是先由他的成年堂兄巴伐利亚公爵亨利二世担任奥托王朝的摄政,可是亨利二世基于皇位,极吼吼地策划叛乱,欲取幼主而代之。 985年3月,亨利二世绑架着年仅五岁的奥托三世,来到萨克森的马格德堡,同时邀请德国国内所有公爵,几个大教区主教,来马格德堡,庆祝那一年的棕榈之节,随后公开地寻求这些教族权贵的支持,帮助他夺取德皇的宝座。 亨利二世,很快就争取了波兰公爵,波西米亚公爵,特里尔大主教,马格德堡大主教,梅斯大主教等人的支持,可是,德国大多数的王公贵族和德国教会最高领袖每因此大主教,都不同意抛弃奥托家族的统治体系。 亨利二世,又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夺位,眼看德国就要爆发内战。 在最后关头,亨利二世,算是能审视夺势,被迫放弃了他的夺位幻想,并把德国摄政大权全盘交给奥托三世的母亲和祖母。 德国因此终于免于内战。 因德国内乱,德国当政者,根本无暇顾及意大利事务,教皇的职位,又一次被罗马权贵所掌握。 994年,年届14岁的奥托三世亲政。 这位年少老成的皇帝,其威风和才干颇销其祖父奥托大帝,他亲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亲信大臣重掌意大利事务。 996年,奥托三世亲临意大利,其目的是要让教皇为他举行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礼,可是当他们到达意大利时,时任教皇约翰十五世在罗马染热并驾崩, 奥托三世于是决定在帕维亚暂时驻留,等过完复活节之后,这才亲自驾临罗马城。 奥托三世一到罗马城,他就大显身手,将罗马权贵把持多年的教皇权位重新夺回。 既然教皇已轰,5月3日,奥托三世便任命自己的私人神父,也是与他同一祖父的从兄弟布鲁诺,为新教皇,号称贵沟历武士。 贵沟历武士是史上第一位做教皇的德国人,5月21日,贵沟历武士主持典礼,加冕奥托三世为罗马帝国皇帝。 一个德国人当了教皇,让意大利的罗马贵族非常不满。 不久,当奥托三世返回德国之后,一群意大利贵族在一名叫克里深丢者的领导下,又在拜占庭帝国暗中支持下,起兵反对奥托三世,他们进入罗马城,逼走贵沟历武士,另立了一位教皇约翰十六世,跟外逃的贵沟历武士,分庭抗礼。 因为约翰十六世的教皇身份不被后世承认,所以他是一位所谓的对抗教皇。 998年,奥托三世带着贵沟历武士从德国卷土重来,把克里深丢叛军,迅速打垮,然后直到罗马城,约翰十六世,仓皇逃顿,但还是被德军捕获。 德军把约翰十六世送到奥托三世和贵沟历武士的面前接受审判,结果,除了格出了约翰十六世的教皇之旨以外,还将他砍耳弯鼻,刺下其眼,割去其舌,剁断手指,最后被押送至德国福尔达修道院,终身监禁。 三年之后,约翰十六世,惨死于那座修道院中,贵沟历武士,重登教皇宝座,却于999年猝死。 奥托三世于世又任命他的老师,时任法国兰斯大主教的吉尔伯特,接任教皇之职,号称希尔维斯特二世。 希尔维斯特二世,是史上第一位做教皇的法国人,他本人也是一位学士渊博的大学问家。 到此为止,最新于恢复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三世,已经完全控制了教皇的任命权,也控制了意大利大多地区的政治局势。 他还决定长期驻扎在意大利。可是,这种控制有若昙花一现,1001年,年仅22岁的奥托三世,因得瘧疾而驾崩于意大利。 其遗体被护送回德国,埋在亚琛主教座堂之下,与法兰克帝国伟大的皇帝查理曼的灵鹫并睡一处。 奥托三世死后无似,地位由不鸟者亨利的曾孙,亨利二世,继承。 请看观注意,这位亨利二世跟那位企图篡夺奥托三世地位的摄政王亨利二世是两个不同的人,前者实际上是后者的儿子。 父子两人之所以都有亨利二世的称号,是因为这两个称号分属不同的帝王序列, 父亲的亨利二世的称号是属于巴伐利亚公爵这一序列, 而儿子的亨利二世的称号是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序列。 看观不要弄混淆了,下面我们讲的亨利二世,乃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二世。 因为父亲屡次反叛,所以亨利二世从小就被流放外地, 这样他倒是有机会常去教会寻求安慰, 他受到了巴伐利亚的弗赖心主教的保护, 后又在萨克森的希尔德斯海姆的教会接受教育。 所以亨利二世很有些宗教热忱, 他掌权之后也有意改革德国教会的种种弊端。 与在他前面的几位皇帝有所不同的是, 亨利二世当上皇帝之后, 他并不太热衷于意大利的事物, 而是花费大量精力来巩固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领土, 这也是为形势所迫, 当时德国正是多事之秋, 德国正与波兰人交战。 当亨利二世不能兼顾意大利之际, 罗马的大权却被图斯库伦伯爵家族掌握, 此家族是从前的罗马贵族伯爵提奥菲拉特的后代。 1012年, 图斯库伦党人指派本家族的本尼迪赫巴士为教皇, 虽然本尼迪赫巴士的为人相当庸俗不堪, 但亨利二世也没有表示任何的反对意见, 甚至还与之建立了相当亲善的关系。 不久, 罗马另一支反对势力用武力将本尼迪赫巴士 逼出罗马, 令利贵勾立六世为教皇, 这又是一位对抗教皇。 本尼迪赫巴士顿往德国, 请求亨利二世救援。 亨利二世常考多时, 终于点头答应出兵。 一千零一十四年初, 亨利二世进军意大利, 他在进驻罗马之后, 扶持本尼迪赫巴士副位为教皇。 作为报谢副位之恩, 二月十四日, 本尼迪赫巴士加冕亨利二世为正式的罗马帝国皇帝。 五月, 亨利二世返回德国, 除了敦请本尼迪赫巴士下令禁止圣职人员结婚, 且对当时教会事务实行必要的改革措施之外, 亨利二世后来就一直很少干涉教皇国的事务。 1024年7月, 亨利二世死后, 因他没有后四, 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王朝就此结束。 同年9月, 德国贵族议会选举出 法兰克尼亚伯绝康拉的二世为德王, 后又成为罗马帝国皇帝, 从此开始了神圣罗马帝国萨利安王朝的统治。 虽然改朝换代, 但是康拉的二世基本上是秉承了前朝亨利二世的宗教政策。 出于政治需要, 他在帝国之内签订自己的亲信当教会领袖, 同时也大量委任圣职人员充当士族职务, 这样的政教混合当然是为了巩固其政权。 不过, 康拉的二世基本上不干涉罗马的教皇国事务。 这样, 罗马的图斯库伦家族仍然大权独揽, 得以继续控制教皇的选举任命。 也是在1024年, 教皇本尼迪克巴士死了, 图斯库伦家族又推出本尼迪克巴士的弟弟约翰十九世, 冲任教皇。 1032年, 约翰十九世死后, 图斯库伦家族又推出本尼迪克巴士和约翰十九世的侄子本尼迪克九世, 冲任教皇。 这殊职三人要么昏昧无能, 要么品行不端, 却凭着是图斯库伦家族成员而连续占据教皇之职达三十多年之久, 其中尤其以本尼迪克九世最为腐化下流。 在三人当教皇期间, 整个罗马的交涉淫逸之风一浪高过一浪, 最终引起了罗马政局的动荡。